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其實今天的盤蠻有趣的 很多現象 今天大盤是開高震盪 結果中場走低 今天最重要關鍵是台積電的除息 我们先从台积电的除息来看 各位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来台积电昨天 大家都在讨论一个 能不能够填息 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台积电昨天收在512块钱 他除2块半的现金 他收512块钱 但是今天他只有拉回2块钱而已 为什么 因为500块钱以上一次跳一档 所以他今天只蒸发2块钱而已 可是投资人却拿了2块半的现金 你先赚了五毛 各位懂我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 昨天台积电收512块钱 理论上来讲 今天台积电平盘应该在509.5元 可是因为这个ticker的关系 台积电500块钱以上是1块钱跳一档 所以今天台积电没有509.5的 他就是510块钱 你昨天参加台积电除息的投资人 你先赚五毛 你不要看这个 这蛮多的 这蛮多的 好 来好 那好玩还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建议开盘 开了515块钱 开最高 今天台积电 开盘的开最高 515块钱 马上就秒填息了 收盘收在508块钱 瞬间从填息变成贴息 那你这个到底算贴息 还是算填息 我投资人 我今天早上一开高 开盘我市价515块钱 我市价卖掉 我大方的填息了 对不对 我完全填息 我不卖 留要到收盘 508块钱 我变成贴息 股票需要看这么短吗 但是对不起 现在很多人在操作 就是看这么短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股票 爆上又爆下 因为轮动太快 那怎么样去 避免这种状况 第一个 你不领先市场 你怎么去掌握未来 你目光如果是只在 今天明天短线上面的 那震荡一下之后 你怎么赚钱 你看得比别人多 看得比别人远 你自然赚得比别人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来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从去年开始 台币31.72 到今天最高28.115 这个升值趋势 大家很清楚了 从31.7升到28.115 台币的升值幅度 超过一成以上 那这段期间呢 绝大部分的时间 台币跟台股城 正相关的 也就是台币升值 台股市长 台币升值台股市长 除了一个例外 三月份新冠疫苗 新冠肺炎 全球大肆虐 那个地方 全世界都跌 那个地方全世界都跌 那个 就不一样了 所以 你要想清楚一点 它到底有没有资金行情 有人讲台币 见到27字头 明年会看到27 看到27 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会不会被列为 汇率操纵国 会不会被美国修理 对不对 第二个 电子股会不会有汇水阴霾 这是负面的嘛 那如果正面力多呢 这个资金有缺吗 所以为什么这是台股 传产 从航运 钢铁 塑化 造纸 银件 到电子股 其实大家都很热闹 所以台湾你看被列入汇率观察名单 那代表其实真的 我们央行是很辛苦的 你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柳树调节 你调被盯上了 你不调 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你怎么衡量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嘛 台币跟台股成正相关嘛 你只要台币持续升值 台股就不缺资金啊 好 讲完 那有资金 现在问题来了 有资金 投资人不见得会赚钱 那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你说外资的热钱进来 或是台商的资金回来 可是不见得所有股票都 你买都会赚 更何况大部分的散户怎么样 都是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就怎么样 每次都是一追高去买 然后把低档已经赔得死去回来换掉 换掉之后怎么又追高 追高又等解套 那该买的时候卖 该卖的时候买 那怎么赚钱 对不对 起码一点嘛 你高档要有卖 你低档才有资格接 你高档没有卖 你下来凭什么接 换股 每个都会讲换股 换了到现在 每个都去追涨停板 每个都追创新高 结果隔天就杀下来 股票真的不要追 股票真的不要追 强势股拉回要买 趋势股拉回要买 我再拜托拜托跟大家讲一个 你们所有操作的 甚至你们现在在帮人家操盘的 请你记得一点 不要在大涨的时候去追 拉回 看好你就是买 好不好 国具 五字头以上出半数 今天杀到475块钱 杀到475 来我问各位一点 你500块钱以上 你没有出半数的啦 你杀到475块钱下来 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你早就已经追高 被套住了 你的操作习性不对 当我跟你讲说 四字头以下用力买的时候 大部分的散户在这里 是没有感觉的 当涨到500块钱的时候 大家都去追 可是我这个地方告诉你 五字头以上出半数 有没有 出半数 你下来就有资格买 你国具今天在490以下 你买的 你全部赚钱 你就算短线做 你也赚钱 对不对 更不要讲波段 每个人都看得到 买得到 都赚得到啊 一张13万 十张130万 一百张1330万 那五十张一千 一百张的大户 你在国具当中进出 都不是问题啊 可是重点来了嘛 你一个股票 你赚钱之后 你会不会加减吗 你不会 不会 我跟各位讲 你赚的就不多 你会 你懂得做加减吗 你起码你会赚的 比别人怎么样 不一定百分之百啦 可是起码你比别人 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赚更多啊 所以 你手中有国具的 你想做国具的 国具买点在哪里 你不想要这个问题 你们想要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其实 四百块钱以下 你怎么买 你怎么买 你都赚得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在这里开始震荡了嘛 涨了一百多块钱 开始震荡了啊 所以过高能不能追 过高当中不能追啊 这我们的成本 一开始买在四百块钱以下 那五百块钱以上 那成本差多少 差很多啦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嘛 我说资金进来了 这个 你就算热钱进来了 你还是要掌握操作的节奏 好 来 再来 股后 为什么昨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 那创新高 为什么拉回 就是你做短线的人 你去冲他 结果呢 最高被修理下来 一开盘 两千六百八十五块钱 开盘开最高 你去买 最低打到多少 两千四百五十 你知道这一来一回 差多少吗 这里到这里 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差多少 差两百三十五块钱 不到一个小时 股后 差两百三十五块钱 一张就差23.5万 那你把握一个机会 你拉回 你不要过高买 你拉回 你勇敢的买进 你收盘 你都是赚钱 可是我再讲一遍 你高档没有卖 你低档绝对不敢买 你高档没有卖 你低档绝对不敢买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高档要懂得调节股票 过高不要追 过高不但不要追 而且要出 姓华 过高不要追 但今天创新高 高价IC设计嘛 对不对 甚至低价的 来 威胜 威风挂牌 肩长停满 通家 这个波段从三只头 长了六只头 长了一倍上去 对不对 六二三七的 华讯 做语音IC的 你看看没有 算相对强势哦 相对强势哦 今天 你光要长停满啊 对不对 三一六九亚信 亚信 兼功长停满啊 资金都在啊 来 我们看这个 立即 昨天整理完之后 一根长停满 直接焊地拔冲 这张股票真是凶悍 对不对 高价股哦 它不是低价股哦 高价股都涨停满哦 昨天不是只有股后涨停满哦 昨天去美化的立即 它创下挂牌新高哦 你没有在低档买 你没有在两百八两百九 这个地方去买 涨到三百六十块钱 你去追的 保证被洗掉 一定被洗掉 它从三百六十块钱 修正到三百 跌破三百一十块钱 跌了五十几块钱下来 我说这件要拉回整理 有没有 你自己看 11月26号 在这里 杀多凶杀到这里来 杀到这里来 停损掉之后 怎么样 它才把你拉到创新高 你前面没有买 290 280不买 三百六追 一定被洗掉 洗掉之后才给你创新高 拜拜 拜拜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那又去追高另外一档股票了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的实际不对嘛 该买的时候不买嘛 该卖的时候你冲下去 这个地方低点要买 压下来要买 为什么 看明年大爆发啊 那明年大爆发压下来 你不买 不买就创新高啊 那4968利基 也不要追了啦 这边就开始整理了 这边要开始整理了 你创新高之后这个地方就开始整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嘛 你要留意什么 留意新的股票 你不要一直去要去追那种创新高的股票 这股票 没有涨 没有涨 我再强调一次 你股票是买未来吗 你股票当然买未来啊 明年有涨价的题材 明年有涨价的题材 而且是最新的 第二代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 关键制程技术的 我就告诉大家 XX2X 你就差三个数字嘛 你就差三个数字就可以跟上这档 关键制程技术的半导体 重点是它没有涨到嘛 对不对 可是你买之前你要想一点嘛 像这个 你在这里 你轻轻松松的买 45块钱下轻松的买 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地方 高高的山顶上丸 一定受伤 滴滴的底部进场 没有人跟你抢 44块5 在这里 你等于从怎么样 你等于从啊 平地去看高山啊 我在这里带着客户买进 创新高这天带着客户卖掉 获利入带 你这样子做 你才能够赚钱加码 你才有钱嘛 重点是你要有钱嘛 你钱未来你才能去买股票嘛 所以说这张股票 你就差三个数字了 叉叉二叉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的关键制成技术 我都可以跟各位讲 因为这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 我还没进场布局 所以我按下布表 那你是我的客户 你就不要担心 这档股票我非常看好 你不是我的客户 你是其他人的客户 或是你只是 纯粹是我的观众朋友 你更不用担心 因为这档股票 第一没涨到 第二 你也不用担心 你来帮我的客户抬教 我客户没有买 你怎么帮我客户抬教呢 对不对 纯粹是要跟大家一起 共襄盛举嘛 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讲啦 最慢 最慢下周啦 快的话明天啦 环球金要动啦 我敢这样跟你这样讲 但问题是 你买卖时间点了 礼拜五动跟下周动差很多喔 所以我可以给你股票 但是你进场的时机点呢 对不对 6182的合金 今天黑的 今天黑的对不对 来 我在这里跟你讲合金 有没有 外资买一陀拉股 上去的时候外资调节 拉回准备买啦 准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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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切汉蕾 我12月3号跟各位讲 33块钱 34块钱 涨到多少 42块钱啊 我在这里跟你讲的 我在这里跟你讲的 你都可以买都可以买 涨上去 不要追 不要追 你看外资也调节了 压下来 这个也是留意买点 我都是把过去讲的股票 跟各位再review 复习一下 但重点操作 你们能不能够去掌握 就这么简单嘛 股票不是问题啦 要股票很简单 来 这张股票你只差三个数字啊 你认同我 对不对 有人认同 那有的人是 纯粹是抱着我想看看 看验证 都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我让你验证 XX2X 你今天打电话的 剩下三个数字 你登记 你登记 这三个数字 带回去 这三个数字带回去啊 你国具印证到啦 我跟各位讲啦 500块钱好像出掉啊 今天不是开低就上去 对不对 所以这档股票 我叫XX2X 认同我的投资人 一通电话 把那个三个数字 你来电登记 不然我不知道给谁 好不好 这三个数字 把它带回去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其实股票 不是说单纯是给你股票这么简单而已 我就问各位 我现在跟各位讲 那国具的买点 你手中有国具的 你想做国具的 你想想知道目标价在哪里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你没有在五字头以上出半数的 坦白来讲 你的资金是这样 源源不绝地来吗 当然不是嘛 你出了半数之后 下来你才有资金可以买 再来讨论什么 国具买点嘛 所以每一个操作 我们讲的操作理念 其实都跟各位讲的很重要 你不能没有把握东买一点西买一点 那一万四很多人看得到吃不到为什么 就买一堆股票 然后又做错方向 对不对 你没有在这里 让我带着买 在这里我带着你出 我在你身边来保护你 对不对 为什么创新高那天我要出掉 难道我是傻瓜吗 那万一它涨停满怎么办 一定是我看到什么东西 那你资金要轮动 我这个地方波段来到一个涨幅之后 我获利入带 我不要讲说我卖掉差9块2 对不对 我卖掉 我有没有资金去买 我问各位嘛 那礼拜一买位数 礼拜二涨停 我不是礼拜二带你去追 礼拜一先买 先买的前提是 你要有钱嘛 没有钱你是乱喊 那 对不对 那又涨停 对不对 然后震荡震荡 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先买嘛 而且你有钱 是真的有钱可以买 你不是只是喊而已 买一大堆股票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这里 这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 关键制程技术这档股票 代表叫做XX2X 我认为做就是做主流 做未来的主流 做未来主流 不是做现在 做未来的主流 那么碳化系淡化加 这是新的材料 所以就不需要我们再多费存舌了 现在重点是 你只差三个数字 你只差三个数字 来 XX2X XX2X 那这三个数字是什么 你认同我的投资理念 你愿意跟着我 跟着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 万事俱备 万事不畏 那么你来电 登记好 登记好 来电 这三个数字 你就把它带回去 好不好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